感恩本尊 各位台中分會的同道大家好 我剛剛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其實對他講的是事實 剛好本尊這幾次小場的開示 我是真的是有參加 但是我是工作人員 有點像以前馬玉龍 現在馬玉龍副會長以前在做的事情 就是幫本尊租場地 然後負責裡面的音響 座位的 調配 但是 重點不是在於說 能夠參加很多場 哇 在這個時代講說參加很多場 我看到到時就好沒時 那個先 體會本尊的道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像我今天來我看台中的 確實是像主持人講的 我們小獨島講的現在欣欣向榮 很多新的同道 那很多如果不認識我的沒關係 我簡單講一下我算老同道 真的很老的那種 老瘋老 還要保頭到那種老這樣子 我來這裡已經 你看民國81年 今年已經32年了 我32年了 所以不是要拿一年資壓人家 而是至少就是體會在這個道 那經歷過很多事情 當然督導 孟凱 他們都知道我的成長歷程 我從小看著他們長大這樣子 然後都要包含台中分會的成立 然後什麼的 都是一些種種 但是主要在表達的就是 每個人本尊希望 要傳達的訊息 有時候我們在看本尊DVD 有很多同道覺得說他是 他覺得他很有認知 因為他本尊DVD背得很熟 看得很熟 可是真正我們在看本尊DVD也好 參加本尊的開示也好 其實我們要 應該這樣講 以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我都會覺得 我都會多想一下 本尊到底希望我們聽起來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有時候本尊把話講得很 譬如說大家有在看DVD的 知道有幾集 譬如說講到密宗 那像我們這種沒有密宗概念的人 我們就會覺得說哇 講得這麼困難 為什麼要這麼難 反而當時很喜歡聽同道舉手 戰獄 因為至少那個是聽得懂 那本尊講到密宗的經典 在早期我也沒接觸過佛經 那佛經也聽不懂 那哲學也聽不懂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我問了本尊一句話 我說尤其是那個時候是41集 40到43之間 那一段從密序初學 什麼大手音空性鍵 那個三聲道 都是針對密宗的 那當時我問了本尊一句話 說本尊啊 為什麼 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要把 把這一段講得這麼困難 就是怎麼聽起來會這麼難 為什麼要講得那麼難 然後本尊就跟我說 那是你們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是你們運氣好 當中更 才這麼簡單 他說真正的修行比那個更難 譬如說那個不是修什麼 你要一個著火金剛綠杜母 然後修到怎樣 你的中脈紅明典 然後白明典 就講本尊當時講得很深 但是本尊他的意思是說 而且他在講是說給後面的人聽 就說給未來的人以後的人去聽 那未來的人跟以後的人去聽 我一直想說奇怪 我們當下聽本尊都聽不懂了 那未來的人要怎麼樣才能聽得懂 我其實內心是蠻多疑惑的 但是心裡面又覺得沒關係 就算聽不懂也沒關係 打瞌睡也沒關係 反正本尊放光本體在射售 當時就是這樣 可是經歷隨著這個在本尊道走來 然後看到很多同道來來去去 也有很多同道來了 覺得本尊道很好 那離開的理由真的五花八門 我相信我隨便講一個 大家也都覺得不可思議 譬如說在第一本法生顯像集 剛出的時候 那時候本尊流行簽書 當時本尊覺得說簽書是 本尊體力好 當時還比現在年輕很多 然後都幾十本這樣堆著書 堆著滿滿的 一直簽 排隊簽 然後簽給譬如說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譬如說你徐孟侃 然後徐孟侃永存 就寫一個永存 然後本尊馬上會看出你的程度 如果今天本尊直接給你畫一個圈圈 就是漩渦光這樣子 本尊就是說那你還沒有自見其身 將來等你看到這個漩渦光 就是本尊等於授記 你將來會射受到這漩渦光的功能 你就會顯發 但是如果本尊寫的法生圓滿 就代表你其實已經都有六項完整了 所以上面會寫的法生圓滿 就本尊直接用那念頭 就直接這樣子會寫 有時候就這樣子來表達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那我剛剛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位新的同道那個時候加入 他覺得很開心 然後他就也買了書 那因為本尊當時大部分都是在台北接台北的場 那高雄的同道沒有什麼機會排到 那但是櫃台都有跟他講清楚 幹部有跟他講清楚 好你要給本尊簽書可以 那我們就是你驚人家嘛 等本尊哪一天有場 或者是那個時候我們就一起拿給本尊簽 但是要等多久不知道 可能幾個禮拜幾個月都有可能 果不其然等了很久 真的等好幾個月 那後來 後來那個人也沒來臨 也沒有來會場 我們也覺得也沒有去注意到 一直到真的開始就這一疊書包過去 然後本身全部簽完了拿回來 拿回來會場之後 開始打回去給對方來認領 結果對方就不要了 他說等了太久 連大日中都不參加了 會員費不想找 從此不再來 那本書就留在那裡 然後如果給現在的同道聽到 你會覺得格外的奇怪 現在如果還有本尊還有簽書的機會 怎麼可能 今天就算等兩年也OK 可是當時就是每個人的自己的觀念 所以怎麼說本尊的道 他完全沒有 你沒有任何對價關係 你也不是說你用花錢要換多少功德 說實話用錢也換不到功德 不然就不會有達摩跟梁武帝的對話 那主要是自己能夠體會 你只要有心 哪怕你今天時間空間 你沒有聽到本尊的開示 有時候那個心自然射受 譬如真的常常遇到這種事情 譬如說在四個禮拜前 那有一次本尊跟彭世奇彭博士他們 那場就真的是小場 那場真的很小就只有他們家 然後跟顧問他們還有我們 然後本尊就帶動他們漩渦光的功能 我現在也可以就是講出來給大家 就是同步射受 本尊就有帶動彭世奇 就講一件事情 本尊說你現在不是都有自見其聲嗎 那他說有 那你現在看三河大地 譬如說大家自己聽到三河大地 自己也可以帶動自己看三河大地 然後本尊說你有看到嗎 三河大地怎樣 他就說有 那好現在消失 本尊把漩渦光先切出來 本尊問彭世奇說 你有看到漩渦光現在出現在這裡嗎 然後彭世奇說有 然後好你再帶動一次三河大地 然後有什麼差別 結果那他什麼差別 他就講他的 那以後我先講我的 後來本尊就問了我 那我有跟本尊回答說 譬如說我自己帶動的三河大地 他一樣可以出來 那我一開始在帶動六向自己的時候 因為這個三河大地 你會發現需要一點點精神力 稍微ㄍㄧ下 譬如說你撐個五秒 譬如說前五秒你不覺得要撐 開始你要讓他再多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需要一點點精神力 來維持住這個場景 但是隨著你的帶動你的熟練度久了 這個已經變成也很習慣了 你就是記得我正在帶動三河大地 他是維持得住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你的範圍 就是看了大概就是你習慣的範圍 那但是 有漩渦光在出來的那個三河大地不一樣 你漩渦光先出現之後 三河大地再出來 你會發現天啊 連那個水流溪流流到那個深處 然後到底下的那個卵石 然後山脈延伸在底下 山脈再延伸出去 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出去 你會發現就我當時有點嚇一跳說 怎麼會可以看那麼廣 而且甚至不用靠思想力去撐這個場景 我相信有些人可以聽得懂我這種形容 本尊聽不懂 因為本尊誰想誰有 因為本尊什麼都有 我只是說當時我就形容我的感覺 給本尊聽 就是你當我們自己這樣帶動的時候 結果熟悟光先出現的時候 那個場景廣大 然後而且無止境 他就好像一直無止境 你會發現那是你意識流沒注意到 你意識流一注意到 你會發現那個場景還在擴大中 山下面又連著下一座山 然後每一個方向河流下去 連著那個溪流這樣下去 然後整個又好像在你的心中 好像你又跟他融為一體 然後這種感覺 我就察覺到說 原來本尊講的那一句真的是 我們之前沒聽懂 本尊也不是故意客氣說 本尊是說 譬如說本尊當時我跟顧問在一起 本尊就鼓勵我們 我顧問夫妻跟我們夫妻就說 你們現在這樣 海水沾到你們知道海水減減 就像你們好像第一次摸到海水沾到嘴巴 你們終於知道海水是鹹的這樣子了 然後後面還有整片大海 無止境的大海都還沒體會到 那以前我沒有辦法想像這個的 廣大度到什麼程度 可是從那一次開始 開始有一個感覺 然後再來本尊就帶動宮殿 本尊說漩渦光個碟 我相信在場也許有同道也會看到 就是然後 本尊帶動一個古早的宮殿 有一個他說有一個宮女 他現在在宮殿裡面準備 就是這樣子窄歌窄舞 在那邊好像準備跳舞 那你一般 我自己在帶動假設我自己 假設能夠看到宮女 那我大概就是看到皇宮裡面的場景 跟宮女在跳舞 然後會有點古早的樂器 可是有漩渦光出現的時候 我就無意中發現 我還跟本身這樣說奇怪 怎麼連宮殿外面的天空都有 天空外面的場景都有 然後場景外面還有場景 很自然喔 而且那個不會讓我的思想感到有 有一種驚感 我中文要怎麼講 有一種好像要靠精神力 去稍微去撐住一下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本尊他就在這一陣子 不斷的強調 包含昨天的場 上個禮拜的場都在強調說 現在為什麼要有自見其身 再去見本尊比較好 因為你自見其身之後 圓光才能安得住 就是自見其身的實體 你可以自見其身 那個圓光安在自見其身上 他就可以安住得了 有安住到圓光 然後我們跟自己的自見其身 達到合一 互入 然後交流的非常的相容的很清楚的時候 本尊說那個時候 開始進入所謂的天人合一 天指的是我們的法性 法性流漏 如果沒流漏你也合不了 那人是指的是我們人部的意識 那個意識跟法性結合在一起 所運作的那一個過程 叫做意識流 像水一樣的 就好像你的意識跟法性 就這樣好像水會流了一樣 就是達到一個意識流 然後想什麼都可以成 所以本尊講說 這個都是屬於達到天人合一的方法 就是你跟你的自見其身用得完整 就是有天人合一的味道在 然後本尊就說 可是現在進一步已經可以講到這個程度 就是你跟自己的自見其身交流得很完整之後 你會射受到大日跟漩渦光的功能 那射受到大日跟漩渦光的功能 所以本尊才說 為什麼說接下來就是要往三位一體進去 因為接下來的那個三位一體 開始就是開始會有 就是運作的就是有天光光 漩渦光跟大日的功能 所以本尊才講一句說 我在看都無止盡 本尊用一句詞來形容 一眼望盡九從山 他說他這樣講我們都沒有人聽得懂 我們就看一支山就一支山 看到山 不用說看到山 看到你能看到自己 我們就很開心了 以前是蚊子又看八隻 還不是整隻 先看八隻蚊子就很厲害 這樣子 可是本尊的程度是這樣 然後本尊就說 他在強調他能夠有 他也希望同道都能夠有 所以再回歸過來看我們自己的體會 有時候就會發現說我們的價值觀真的很重要 我們都覺得本尊真的很廣大 本尊真的很用心 都帶動我們 又給我們認知自己拍片 然後又自己所有的場合都自己親自分享 然後照片 都是本尊這樣子提供給我們看 那我們 純粹射受 但是射受還需要有一個所資量 就是我們的認知就是我們的所資量 他是 他是我們的法器 應該這樣講 每個人法性平等 每個人法性平等 遇到光點燃之後 照理說點燃之後 大家的體會應該是要一樣 因為你的法性平等 我們被點燃的又是同一個大日的光 那同一個大日的光 法性又平等被點燃之後 照理說大家應該體會一樣 為什麼會 會有些人就是會有落差 那個就是在於個人的意識 就是他的所資量 就是我們在講的認知 好像這個法器就好像這杯水 這個杯子 那這個杯子就這麼大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杯子推到瀑布那裡 然後就像瀑布 我們就覺得好像我們去射受本尊的光 走到本尊面前 我們會覺得好清楚 每個人到本尊面前都會特別清楚 好清楚喔 但是當你把這個杯子抽離開瀑布的時候 回到你本來該有的量 就是頂多充滿就是這個的量 我們在孕育認知增加我們的所資量 就等於是在建立這個容器 這個能夠承載的 所以本頓在DVD都用蓋水壩來形容 就好像好我們現在 我希望我能夠承載的是這麼大的水量 這麼大的法性的作用 我開始蓋水壩 好一磚一瓦好像很辛苦 這樣慢慢慢慢蓋 好等到真的蓋起來了 好有些人真的認知量充實 可是乍看之下沒水 可是哪一天突然暴風雨了 颱風了 下下來的水你是承載得住 所以為什麼認知才是決定 你能夠體會到多少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有時候有些人他們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塊 那就會發現說奇怪 我以前偶發都很清楚 我相信有很多同道會有這個迷思 就會覺得說 以前偶發都好清楚 現在看一個杯子 哪無哪無 他反而瞧不起現在這種 以帶動實相為主軸的這種體驗方式 他就覺得說 甚至以前我們在濱江街也有遇過那種 你會發現濱江街有很多這種照片 然後就會有一些同道他是有修行背景 就坐在照片前面 他就說分身真的會下來帶他去遊山玩水 只要每次坐在那裡 就遊山玩水 所以他非常喜歡坐在那裡 體驗打坐 可是真正在帶動杯子的時候 他卻若有事物 好像哪有哪沒有 所以他就對這個沒有什麼興趣 反正他認為他只要坐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刮照片 分身就會來 這個都還是屬於偶發性 我後來聽本頓講 我才知道這算偶發性 因為那個是分身剛好來帶你 萬一你看像濱江街拆了 你沒有濱江街可以去了 或者是 好你去打坐11次 前10次分身都來接你 萬一第11次剛好沒來 對不對 就是自己去體會 當然 當時本頓是跟同道講得很 你們都不用擔心 你們的九族 九族的九族 就算都沒有 沒有相信這個 只要分身認識 往生之前 都一定分身會親自去接引你 到當時在講法界功 就是講這個 這是當時的用詞 都分身一定會接引你 所以不用擔心 那當時大家都不會擔心 也沒有說 其實說實話也沒什麼好擔心的 重點是 今天 在體會這個人生 再進一步 就是本頓希望的是 我感覺本頓希望的是 同道看能不能體會到自受法樂 有時候境界高不高 我們很難去想說 譬如說也許 坐在底下同道會覺得說 哇那誰誰誰一定境界很高 哇誰誰誰境界還好 那我自己應該境界還好吧 他境界比較高 其實這有時候都是落入個人的主觀 到底對方境界高不高 根本沒有人可以知道 所以真正在體會好的 唯一能夠知道就是 能不能自受法樂 就是譬如說 好今天我覺得平常 平常生活安逸 那個很很好看的時候 我要感恩本尊 我要感謝本體真的簡單 我說我也不客氣的說 平常好看的時候 但是遇到變化 遇到變故的時候 能不能還記得說 我有法身 我這個法身能夠支撐我的心 譬如說我現在心好像 風中的殘阻 他能不能還因為我的認知守得住 然後繼續點亮我自己 不要說要度眾生 光是能不能讓自己 從這個黑暗中快速拉回來 那個時候就真的是看認知 我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也是認為這種叫做有境界 就是你在變化的時候 你還記得說我自己是有本體 有法身的 我裡面的生命是有價值的 他那個智慧的救贖 是針對我的生命 不是救我的肉身 有些人是因為家人環境改變 有些人工作起了變化 然後疫情怎樣 有些人都覺得不得知啊 分身你這麼厲害 怎麼會讓我公司得了 什麼什麼 譬如說舉個鈴 可是實際上分身他不採納人部的 任何所有的這些是非 只是我們的法身也是 他就是靜靜這樣本人講 那個法身就靜靜的 看你人的五官意識在那邊 自主在那邊做主 他也不會跟你爭主權啊 他比你的 比我們的潛意識還更沉淺在裡面 但是今天顯發出來之後 表達出那種感覺說 如果你可以體會得到他的功能 你體會到那個好 就好像那種 我記得我上次在北部也說過說 為什麼本人有講說 你真的法身本體體會好 那很早期講的 他說你不一定要去算命 到時候算命不準 就是算命不會準 那以前我也不理解 我想說難不成因為我有光 我就比算命先還強嗎 他算不準我 當時是很不理解 就只是這樣 就是隨意的這樣子 在那邊想說奇怪 那為什麼會不準 可是體會到這個道的表達之後 再看到本尊跟同道的回應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有一個人 今天算命你這個人是情子的 你這輩子會為情所困 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怎樣 你真的生不如死 也許他算得非常準 可是你今天 體會到法身的功能之後 你的心孕育出完整 假設你今天好在感情上真的受挫折 結果沒想到裡面變化出天人天女 然後自己最好的伴 結果你都不受影響 那是不是就算命不準了 你也不會是他所說的沉淪消極 被為情所困 所以他是救贖 本尊引用莊子的 他是暴人之天 針對天部的來回報你 而不是暴人之人 就是說我真的這麼厲害 每一個都說這麼厲害 都是用人部的事情在評估 甚至以前也有人講過 為什麼還會有這個大事情 這個案子 那個都是人的看法 但是本尊就說他什麼都不會 他唯一會的就是分身 但是分身什麼都會 就是這樣他唯一就是會分身 然後甚至以前在濱江街有講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你超越得了他的凡夫相 就是你相信他會分身 那你就有你也會分身 這是本尊講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他會分身 那就是他會分身而已 就還是他會分身 所以是你聽得到的人 射受的下去 是你自己有福報 所以當時早期在跟分身相接應的時候 這些種種功能 種種的那個都是分身出來 本尊的分身屬於自受用 就本身自己能夠體會到 這個分身的自受法樂 但是今天分身過去 光體形式以分身的樣貌 或者是有時候不一定用分身 有時候是會用別人熟悉的樣貌 然後過去其實是本尊分身變的 然後讓跟你來交往 然後來傳達智慧 那個叫做他受用 就是我們去體會本尊的這個分身的 叫做他受用 自己孕育出來的這個叫自受用 自受用就有自受法樂 他說用是等於是射受過去 直接這樣射受過去在表達 那我是不要說當然小場 我聽到很多同道的佔餘 我不是要爆料 我只是講 譬如說有時候冥冥中 都會自然有一個主題 譬如說上上禮拜的唱 我也不要去講誰 將來對方當事人自己佔餘出來 你們就會 他們就會自己佔餘出來 就有一個同道他就講說 他的兒子自殺 他跟本尊講說我的兒子自殺 跳樓然後死得非常乾脆 就這樣然後他想請本尊放光 然後我心想說天啊 這個通道剛剛這門口跟我說 哎呀然後就很開心 怎麼會 怎麼他的佔餘這麼的驚心動魄這樣子 但是本尊就 本尊也就告訴他說 那你這個都跟那個意識流 那個都是你前那個你兒子 那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你當媽媽的問題 也不是你兒子的問題 有時候那個與生俱來 那個前生意識 帶來有時候有一些種子 也許不太想活 有種厭世那種感覺 大概針對這個 但是沒關係本尊說 漩渦光的功能就出現 那漩渦光出現之後 就可以照見出 他現場也看到 重點是當 本尊給對方那個媽媽 也給他照見 給他安住了圓光 然後也照見出他的兒子 也給他往生兒子圓光 然後在場 本尊說漩渦光把你兒子找出來 譬如說講了這句話的時候 做的第一排的所有的 剛好那天坐在前面都是媽媽擠的 他說我兒子也出來 我兒子他們自己都講 包含做到後面的 本尊就看到他們的表情 就說 你看 光真的很廣大 光真的很廣大 這樣子真的 你針對你 每個人自己聽到 都照見出來 然後 然後後面有好幾個 都是在講自己的兒女 然後有精神狀況 或者是自殺的什麼 就很奇怪 那天主題剛好落在這裡 然後 然後事後 我有接到本尊電話 本尊在跟我講 講說 講他這一場都是針對耀元光的 那本尊可能也許 本來有想講比較深入的 但是因為 既然有這個場合 是以主要人為主 然後 本尊就說 聽起來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針對這個 針對這種耀元光啊 然後照見的 是 就是渡往生者 那我 本尊我說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印象中 我是這樣回答本尊 我跟本尊說 本尊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 前面就講 光就是靈魂的救贖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救贖那些靈魂 像之前普渡 好 大家 我每次都講 像這種大樓也好 我家也是住大樓的 那 普渡快到了 也不是一人一菜 但是大家要繳一千塊 他幫你準備 飲料跟罐頭跟零食 大家出來拜 那 就是想說 今天就是要普渡 要普渡好兄弟 那 可是 今天坐在這裡的所有通道 不要說坐在這裡 任何探討宗教探討生命的人 一定不希望他的未來就是 好 我將來我就當好兄弟 我每年就出來關一關 被放風個半個月時間到鬼門要關了 我再被抓回去關 不會有人希望這個嗎 所以一定是要找一個更精確的目標 所以為什麼要找到自己的本心的功能 能夠把這本心的功能找到 那這件事情 包含以前本尊有講 說你如果你要給你的長輩最大的孝順 就是讓他們免於輪迴 如果能夠讓他們有實體法身 有法身能夠不再輪迴 那就是你 你可以做到最大的孝順 可是偏偏我們任何人都做不到 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有錢 你關大或者是你怎樣 你就做得到 因為這件事情 只有本尊他放光 照件能夠讓他們射受到光 能夠從轉化成本來是肉 就這樣我們本來是 就好像我們本來是有家住 我們就是一般的居住的住民 那我們今天房子塌了 沒有房子住了 我們這樣子被趕出去了 叫遊民 我們的靈魂本來住在裡面 那叫靈魂 你今天肉身沒了 靈魂沒地方住了 就變成遊魂 就像跟遊民的意思是一樣的 他沒有安生立命之處 也不知道該往哪裡漂泊 所以今天如果本尊的光 大日的光照件他讓他重新復活 本尊說的復活是指用基督教的名詞 就是基督教的名詞 他說本尊特別強調說 主啊我已經把靈魂交給你 我的靈魂得到那個 他的主是上帝 上帝說有光就有光 所以他把他的靈魂交給他的主 交給上帝 讓光去決定 所以他才能夠死後三天復活 他告訴他的門徒 你摸摸我的鬍子 摸摸我的骨 還真的有 然後當然他第一個險 他還問他三次你愛我嗎 這個你應該都比我更熟 就是在表達說 復活不是指屍體復活 這個復活是指靈魂的昇華 所以為什麼才會講 上帝的果是血氣之體到不了 是屬靈的身體才能到得了 上帝的果是聖靈充滿 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今天活在這個世間 我們這個是物質的宇宙 物質世間 那我們肉身 這個物質身 我們可以在這裡生活 假設假設你去探討佛教 佛教講說有一個法界 有一個極樂世界 那你是不是你要能夠住法界 那是不是你要有一個法界的身體 要不要有一個法身才能夠 在那個宇宙 那個的組成 運作 那所以為什麼 本尊在93節的題目就寫 他就是復活及法身 復活是天主基督教的名詞 法身是佛教名詞 所以復活就是法身的意思 是本心顯法 你可以有另外一個 安生立命的實體的 能夠承載你靈魂的身體 他可以讓你住進那個世界 然後 所以我們真的很幸運說 原來還可以達到這個程度 所以那個光武亮壽經 不是那個就常常 本身常念那一句 就是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可是他的這一句的最前面就是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看到的 所有聽過的諸佛如來 每一個都是法界身 那假設我們今天我們的長輩 我們所希望本尊造見的 這些往生的親人 他們得造見 他們是法界身 那是不是就等同於諸佛如來的程度 然後再法界長存 那等於是我 譬如說舉個例以我自己為例 好 我的父母不在了 那我身為我父母的舊鄰居 我是很不敢的 我講一句實話以人部來講 我的鄰居被強制拆遷被搬走了 假設我不知道他們被搬到哪裡 被驅逐到哪裡 那我一定是難過不捨跟無助 但是如果今天他們有法身 他們搬到了新家 你也有法身 你找得到他們的新家 你隨時就可以到新家地址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心是就安 甚至如果今天自己就是當事人 也不用交代我的小孩說 喔 這樣大孫啊 你會去幫我幫忙喔 這什麼什麼 你都不用去交代這個嘛 就是你就會知道說 我有法身 未來你也會有法身 未來就是以光的形式 在這種去體會 說不定等你 我常常在想 有時候很多同道在講說 為什麼我親人的法身 怎麼不回來找我 我上次我就跟台北的同道 我就回答說 說不定人家整個宇宙 都還沒遊歷完 好不容易有法身 可以看宇宙 先跨掉看 那些只是人部的想法 所以把這個道啊 我們再體會出來說 你就不覺得再回歸過來 體會過來 就會發現說 這種對本尊的感恩超過了 只是言語上說 吃飯前感恩本尊 吃飯後感恩本尊 上次有一個同道 新同道說 去了某個分會 然後吃便當拿起來就吃 啊 旁邊的人阻止他 你還沒感恩本尊 你就拿起來吃 嚇一下 那個是做給人看 跟做給自己看 但是真正在體會到那個 真正的感恩 你是注意到生命的價值 是那個價值觀 所以認知 本尊在DVD講是認識本體的價值 再簡單一點講就是認識本體 但是其實認識本體 認識法身的價值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決定了我們能夠用多少 因為你的價值觀 如果越 越廣大 那你就是流露廣大 如果你說 啊 今天又好不容易 睡得多了 不可以叫我 不可以叫我 不可以叫我去什麼 分會什麼 那是個人的價值觀 都沒有所謂對錯 所以 同道之間也不用去考試別人 就是你也不用去諷刺別人說 那個不中道啦 我比較中道 沒有那個都是個人的自己的 判斷 沒有 道本身沒有分對錯 那針對道 本來也就是自己 去體會到自己自受法樂 然後自己自受法樂之後 甚至都不用想說 我 誰啊 某某同道說 我要去幫誰放光 其實也不是說你要去幫誰放光 光的智慧 所以 比我們人還高 怎麼可能是你去放光 又不是你身上要給什麼 是 這個光自然在心中點亮了之後 那 跟你接觸到的 自然對方的靈魂會有那個頻率 那個頻率他自然會察覺 好像跟你講話 怎麼 為什麼跟你講話有種感動感 為什麼聽你講話 我內心有種 有衝動 有種想哭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哭的 什麼的就是這樣 但是 這種就是對方自然射手 都不會把他落入我子說 哦 你不就驚驚驚 像這樣子 你多去跟人家社交 去參加符輪社獅子社 去給大家放光 那個都是人自己的想法 不是這樣子運作 就是自然你自己守住 把自己體會好 就好像本身把自己守住 不動本處 但是分身去運作 就是真正在體會的道 就像釋迦佛不動本處 在套利一天為母說法 不動本處去哪裡 分身給韋提希夫人 分身給聖曼夫人 這個都是不動本處 但是重點是本處要先孕育出來 完整 自受法樂 然後把這個道體會好 再來回應到人部的問題 家人有些人有精神狀況 家人有些人有健康狀況 在家庭有經濟狀況 或什麼交友問題 人情事故問題 因為我也聽過有很多同道跟本尊說 本尊我這個小孩比較高義 比較不會交朋友 本尊你麻煩你 開導他 讓他會講話一點 要選到那種好的男生 不要被我們騙他 本尊就說 你不知道要讓他自見其身 那個都是針對人部 就是他有自見其身 他自己也活得很好 說不定自己那產生智慧 那個跟自己的法性達到交流 遇得到好的 自己就可以自己去評估的出來 遇不到還有法生可以陪他過好很好的生活 所以本尊在彭世奇那一場 本尊帶動彭世奇24個天女同時 然後再跟彭千華說 帶動他24個天子 然後他們都說真的可以起來 本尊特別要帶動說 你要真的站起來跟對方跳舞 然後去游泳什麼 讓彭世奇跟彭千華 大家知道他做輪語行動不方便 但是對道的心 從來都沒有絲毫沒有去減少過 所以本尊也說 有這種心本尊就真的很用 本尊真的很用心在帶動 然後也確定他們都真的體會到 本尊說你自己說有 那真的就有 從此之後 要活出比任何人更快樂的生活 本尊也這樣子交代 那以我們人部來講 人又有人的另外一種想法 所以這個道的價值 它超過我們人部 所以為什麼金剛金甲無我相無人相 無我相就是不要用我的想法 不要用我的觀念去看這個 叫無我相 無人相就是不要以人的觀念 那如果別人怎樣 以人的角度來看 怎樣怎樣 那就是人相 眾生相 就以眾生的角度 我們這個就是要修福報 不然就會怎樣 你眾生的 這眾生達不到 這佛達得到 又是眾生的角度 無眾生相 到最後無受者相 是沒有時間 受者表達時間 所以你本來就是 理我相人相 眾生相受者相 就離開這些所有的想法 跟既定的規矩 然後把自己的本性就這樣 好像現在是窗簾拉著 然後把窗簾拉開 陽光就自己照進來 而不用去問說我去哪裡曬 比較曬得到太陽 你的心本身光無所不在 是心的那些我質跟分別 那種猜忌疑 或判斷的種種 只要把心稍微放 光自然射的時候得到 因為道本來就是以心應心 心心相應 你只要把你的心打開 那光自然照得進來 你只要隨喜別人 自己所謂的隨喜就是真的 那打從心裡覺得他有 我不是只是單純羨慕 而是當對方有 我自己知道 他有是因為他的法性顯發 那我也有法性 法性也平等 所以當對方有 我就等於知道說 哇 那我們都有機會 等於他得體力無安 你能夠隨喜 對方能夠馬上替對方高興人 當下馬上就可以射受得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聽同道分享的時候 我們都靜靜的聽 有時候不是要當裁判 有些人很奇怪就是 很會講說 那些就說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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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看著別人 但是針對道不是在分別什麼 譬如說舉個例 譬如說我們的台中會場 很幸運 譬如說像王采鳳老師他分享 那我妹妹跟我太太介玲 都很喜歡聽王老師的分享 那在講的時候 他們可以覺得聽然後馬上轉世承智 就是他講他的境界 但是你聽得下去的人 你馬上自我帶動 有辦法又成為自己的境界 所以你會覺得 喔 這樣最好 越多人有越好 越多人有別人 你會替對方打從心裡高興 因為你在替對方高興的同時 就等於是替自己高興 不是分別說我好羨慕喔 那個你知道嗎 那個境界好的 那個是我介紹他來的 我還比他早來兩個禮拜 結果他再有 跟這個都無關 他無受者向 他沒有分什麼時間空間 是你自己心打開 就好像什麼時候起有風 他就起浪 什麼時候起風不知道 我們的心就像那個一樣 他欲緣而起 如果我們的法性顯發 他比較不是人部邏輯 是法性的緣起 當然你越重視 他的緣起的機會越高 就好像我卡電話機味 沒人接 但是我多卡幾通可能成功率就高 就是大概是這種 這種感覺 但是實際上 我們只要把心守住 平常如如不動的時候 那一句 有佛無佛出世 法性常住 有佛無佛出世 不是指說 釋迦佛活著的時候 跟釋迦佛死掉的時候 叫有佛無佛出世 有佛無佛出世 佛表達決心 有佛出世 出世堅常 可以出當這個世間 就是法性流露出來的時候 叫出世 出在這個世間 有佛無佛 沒有的話就是沒有 沒有出到你的這個世界裡面 有佛無佛出世 但是你的法性常住 法體很有 他是在裡面都是有的 所以有時候靜觀 或者是別人在顯發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把對方的聽下去 然後充實自己的認知 哪天輪到你 你承載得住 最可惜的就是那種 平常都沒有去注意到 結果自己認知不足也沒有去察覺 等到哪一天 分身 譬如說 今天一個太太這樣 哇 一個帥哥從窗戶飛進來 哇 馬上那個棍子拿起來 就把他打出去 最可惜 那個就是代表 境界顯發的比他認知高很多 才會產生這樣的落差 有的人救都救 今天好不容易輪到你的第一個反應 你是被嚇到 那就代表平常沒有這個概念 你的認知不夠才會被嚇到 如果真的認知有 所以本人都會講 這如果是馬玉龍 就會換馬玉龍二虎撲癢了 對不對 就是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在看 我們也都不會 我也不是說什麼 在笑人家 或者是把人家當笑話 而是這個都過成 我們自己都發生過無數次 只是說 在體會 或者是聽到別人的體會的時候 把這些經驗 把這種 這些帶動 把這種體會 把這些境界 都聽下去 知道說這些都是 我們 射受到光 法性的功能 先聽到 接下來他怎麼變化 內心裡面有個底子 這換誰我還本體 有 有時候有些人心裡 我在換誰 魂心來吹我 你有這樣的 你馬上瞬間 害怕恐懼 就會完全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沒有人 不習慣 我在睡覺怎麼會有人 就是變成是這樣 所以 簡單來講 就是說 在體會這個道 本尊這幾次也講 要從天人合一進到三位一體 還是要先把自己自見起身體會好 不是說 現在三位一體 我現在還在一項兩項 好像輸人 淺淺都輸很多 不是在比較這個 而是 所有東西都是法性在流露 是本尊把什麼時候 把這個事 給介紹出來 有可能是因為 開始有同道 開始有這樣子的體會 那本尊就會介紹出來 那本尊就會介紹出來 也有可能是本尊現在介紹出來 就代表現在是 會開始這樣子流行下去 所以我們一切 我們都是聽下去 聽下去就有 好 我先講到這裡 好 那個欲罷不能 對不對 講得非常精彩 那 那 就是說我們最近常在講說 我們這是從 體道 慢慢變成道體 那 透過阿瑤今天跟我們 這個精闢的分享 他在體道的過程 真的有他 非常獨到的地方 那 對本尊的道 本尊常講說 所謂的道位 道味 道味 我們如何去體會那個道味 才是真正在學道的過程 這是很重要的 那透過平常的 聽人家的讚譽分享 還有平常自己對 文字剝弱的訊息 慢慢累積自己的 所資量 那這些所資量呢 慢慢來改變你自己的容量 阿瑤在講的 認知啊 守之量就是你的容器啊 你將來境界演到多廣大 那就是跟你這個容器有關係 好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恭喜各位還聽到本尊的聲音 真的 還好有消毒島這麼的積極 這個真的 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 大家要講什麼 真的都可以講 但是 我並不覺得說 我可以回答各位的問題 我是說真的 但是因為體會道 道本身裡面沒問題 道裡面沒有是非沒有善樂 他不管是榮術講的八部 還是說心經裡面的講的那些什麼 不夠不盡什麼什麼 那些裡面啊 所謂的離兩邊行中道 就好像我們人 不是是就是非 不是好就是壞 大概就是所謂的兩邊 但是 以前的哲學家 他是把 真正的生命不好不壞 就是把兩個的極端 就好像 還有一個甚至還來一個不生不滅 那到底是生還是滅 他甚至都超越 就是所有的兩邊的 所以為什麼叫離兩邊 從離兩邊的相對進入絕對 那體會在道的這個流行裡面 才會漸漸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本來就沒什麼對錯 甚至流露到人世間 會發現人性就是這樣子 人是可以透過道德教育這樣子約束 說我應該做什麼事情是所謂的好事 剛剛主持人講說都做好事 那什麼就叫做好事 那什麼又叫做好的人 就是都是人都是靠一個定義出來的 所以才會有一個騙計所值 我們的以維世論來講 我們的第八意思他含有三種特性 第一個叫騙計所值 然後另外一個圓層實相 但是圓層實相通常找不太到 就是實相在哪裡 通常是遇到光點燃的 你才發現另外一個圓層實相 就像有圓光這樣子圓層實相 在裡面是圓滿 然後成就針對實相 這個圓層實相性 另外一個叫騙計所值 譬如說今天中午要吃排骨飯還雞腿飯 那我比較喜歡吃雞腿飯 騙計計就是計算比較 我分出我比較喜歡的 那我針對我喜歡的 我喜歡漂亮的女生 我喜歡吃甜的水果 我討厭喝苦的咖啡 騙計所值 在所有的計算 整個這樣一眼望去 所有的東西都在我們的腦中 不斷的在被分別 那所謂的分別 下一個就是執著 因為我們會選擇比較好的 所以為什麼十二音源裡面 有一個促受愛曲 就是我接觸的感覺 那我有感受 這個感受我比較喜歡 我會有一個愛的 那我會選擇我比較喜歡的 譬如說我愛吃甜的 我東西我就優先選擇吃甜的 那個都是人的想法 但是道直接超越 所以在裡面 你要吃多甜都不用怕血糖高 你要吃多甜都不用擔心 所以人性到最後 那有些人他 他有他人 人部的個性 人部的教育 而且 體會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還是那句話 大家不要看我這樣 我真的看過很多人 就是真的會發現 有些就是真的有些人 他的人性真的是騙不了人 他就是真的內心帶有那種想法 每個人在做的事情 也許你會覺得說 那個人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難道他不覺得他做的事情是錯的嗎 可是放眼望去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之後 就會發現 每一個人都認為他當下的事情 就是他認為他該做的 他不會認為自己是錯的 每個人都不會有認為自己是錯的 他認為我之所以這麼想 我之所以這麼做 就是因為我認為我當下就是應該 哪怕社會上認為是錯的 哪怕法律上認為 有些人還是照樣做 所以是非就是這樣分出來的 什麼叫做是 什麼叫做非 譬如說在我的觀念 合我義的就叫是 不合我義的就叫非 同樣的在你的出發點 每個人的出發點 你的是非就這樣 你認為這樣叫對 你認為這樣叫不對 你的對跟不對 是你的界線在分 然後加上自己自身的評估說 怎樣 然後加上道德然後分類 但是這些都是騙計所知 所有的東西問題就這樣產生了 為什麼那個人這樣 那個明明六項很好 怎麼會吵架起來翻臉不認的 你看用人部跟天部 人天不相襯 你人跟天不是這樣子 來做什麼正比說 因為這樣他跟那個無關 你的人 不管你是達官顯貴 還是只是本身常常講的 泛夫肘族 才知道泛夫肘族的台語叫 歐阿韓籍 泛夫肘族就是那個 就是都是有本心 但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跟他的教育背景 跟他的價值觀息息相關 所以本來如是 人性就是本來就這樣 人就是本來如是就這樣 永遠有一個國家強大了 然後另外一個國家比較弱 什麼永遠都是這樣 什麼大裡裡口口的事情 都是永遠歷史不斷在上演 本來如是 但是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法性如是 找到法性以外 你就會發現說法性他就是如如不動 他一直表達他的自己 就是表達他生命的自爭自善自美 跟那個永恆性 剛剛有講一邊就騙計所值 另外一邊就原成實相 還有一個叫做一他起性 這個一他起性有點像我們的 開汽車的寒鬥路 或者開船的船舵 你要怎麼樣偏哪一邊 是我們的念頭在決定 譬如說 假設今天同道已經有顯發了 然後再看這件事情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本尊今天在台中 是我是高雄人 我在評估這件事情 我要花錢搭高鐵 什麼什麼什麼 跟本尊不管在哪裡 就算在新加坡 我也飛過去 在看的那個價值 就是你的這個騙計所值 這個時候你怎麼選 你的那個心念 沒有所謂對錯 都不可以給人家說什麼 你怎麼這麼勢力 你怎麼這麼的 那個跟那個都無關 就是每一個人的那個念頭 你依哪邊 他就產生哪邊 就好像兩個不同的水塔 你一個水管接這個騙計所值 他流露出來的 都是騙計所值的這種體性 你水管去接另外一個水塔 他就是圓層石像性 所以永遠都是自己在決定 所以為什麼這個認知也重要 這個價值觀也是決定說 我們流露什麼 但是這個就好像 我們今天簡單講一下 就好像本來我們電視只有一台 就好像以前小時候 那個老三台 我小時候從小出生電視就只有三台 沒有第四台 說不定更早的電視只有一台 就只有一個頻道 那他今天出什麼 說什麼 我們就只能被動性的接受說 對就只有這個 就好像我們人生遇到的事情 今天我們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只能被動性的接受 接受了刺激 產生情緒的反應 然後接下來做出相對應的行為 可是如果今天法性顯發 你有另外一個 你這個信念 接這個 就等於說好 你家終於裝了第四台了 本來只有一台 你整天 你被強迫看的電視 你只能看他給你什麼資訊 你就只能這樣子看 但是因為你已經有了遙控器 你可以轉台到另外一個台 當你轉到另外一個台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本來的那個還存在 不是電視台沒了 是你用不同的頻率 去接收不同的訊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你吸收到不同的東西 那本來的煩惱不起作用 不是沒煩惱 而是煩惱不起作用 就可能說 我本來應該意外個險 我應該 哇 斤斤計較 今天什麼違規停車 被罰1000塊以前的 我早就 早就跟人玩假啊 怎樣怎樣 可是現在發現 還好 沒關係 我覺得我今天活得很開心 我還跟法生一起 我法生在一個 有時候就不一樣 差異在這裡 同樣事情 同樣遇到 本來如是 但是我們有這個超越性的體會 但是不是說 表達自己就多超越 而是會注意到說 原來另外一層 開始 以維世論來講 你的依他起性 開始有其他的 所以有一個所依啊 你能夠依過去 以前沒辦法 以前 像我以前 我讀大學的時候 最常聽到的 就是同學失戀 然後每一個都說 你想開一點 下一個會更好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出去唱歌啊 喝酒啊 怎樣怎樣 回來之後 好像在那個幾個小時的時光 可以稍微放掉自己 忘掉這件事 可等到你回到 曲忠仁善 回到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欸 煩惱又起來 所以本尊以前在講那個輪迴啊 煩惱又輪迴性喔 我第一次聽本尊講的時候 我覺得哇好特別 我還想想真的欸 譬如說我現在 可以讓自己裝忙 可是你的煩惱 他好像 好像奇怪 又抓起來 動不動 好像對親人的思念 然後突然又抓起來 奇怪 好不容易裝忙什麼 永遠那個在那邊輪迴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唯一接收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意識流 就是針對在我們的五官意識裡面 我們的情質 因為有了分別 選好的就會產生執著 所以我們的第六意識是分別 分得出我愛吃這個 我討厭數學 所以你看到數學 你的那個討厭是 第七意識的作用 數學是你分得出數學 那個是第六意識的作用 所以第六 我們五官接收這些統稱進來 叫做耶 然後第六意識分別分出 喔怎樣分出這些東西 然後第七意識馬上抓出 這是我喜歡 這我不喜歡 這我喜歡這我不喜歡 就馬上抓出來 然後這些種種的概念 一次吸收形成的種子 譬如說我今天有 譬如說我喝到這杯茶 我喝到一杯我喜歡的熱茶的經驗 他會形成這個經驗 形成一個種子 就種進去到你的第八意識 所以第八意識阿賴耶是 阿賴耶翻成中文叫能長 又叫所長 就是這些東西都可以跑到裡面 然後哪一天他就易熟食 他就不一定什麼時候成熟 所以我們的總統想法 所以為什麼 那個佛教都一直講說 離開分別執著 就是離開六跟七 不靠分別不靠執著 直接跟直指人心 直入法性 甚至本身把它直接用射受 聖曼經裡面的這個射受正法 本身直接把它加入 直接射受 就直接你針對本心 直觀 觀至身實相 像觀照都是直接 就是針對法性流露出來 所以不是在跟各位說什麼 今天阿雅從高雄來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針對道的體會 在我的觀念 我也覺得說 因為法性大家都平等 我認為這些講出來的 是我個人的心得分享 每個人的心得分享都一樣重要 不是因為你比較遠來講 才叫重要 不是因為我資深 接觸本尊九才重要 也不是因為我參加本尊的場次多 所以就顯得重要 都跟這個無關 而是本心在體會的 他超越這些所有分別 如果是計算說 那個又落入騙計所值 因為他比較資深 因為他的見解好了 因為他離本尊這樣又落入分別 所以會發現說 我們的那種潛意識 真的是很詭絕 我動不動就不小心都落入 所以一直靠這個認知 把那個離兩邊 離兩邊行蹤到 我剛剛講說 離兩邊是非 兩邊的極端 也有離兩邊也有針對說 去我值斷惡障 在去我值就是去分別跟執著 斷掉這個惡障 去我值 然後惡障是指這兩個障礙 所知障 還有那個叫什麼 另外一個煩惱障 那重點在表達 把自己體會出來之後 人不也是在體會 不是說我今天體會到本尊的到 或今天體會到大到我就 變得道貌黯然 然後不食人間煙火什麼 不食人間煙火指的還是神人 裝指的神人 不食人間煙火 參風引路指的都是那個神人 那都是你來的 法身無病指的也都是法身 肉身還是有肉身的 我相信同道就看得到嗎 本尊現在也比以前的DVD看起來相對比較老了 這是事實喔 這也不是說什麼 要講的悲觀或什麼 而是生命肉身的流也是這樣 流像水一樣 他就這樣流 你今天去摸同一條河的水 你摸到還是水 可是你摸到水 昨天摸到的水已經流掉了 你今天摸的是另外一批新的水 但是就是一直這樣子流逝 所以從這些流逝之中 從這個短暫之中 本身說找到法身之後 他就存在 這個永恆存在的生命的另外一條法身的生命流 才是我們要值得學習的 所以大家想聊什麼都可以 要講什麼都可以啊 不用說問題啊 如果真的有問題我也可以請主任或王老師幫我回答也沒關係 先這樣好了 阿咬同道 他真的是 他從讀書開始 我們就看他這樣 那個 跟在他父母親的旁邊 一直在 跟隨本身在 在 在 在走這條路 所以說他 除了這個之外 後來他剛剛有講一句話說 他就是 以志工的形式 常常去參加 那個本身的開示會 所以說他累積著 他所投入的心力啊 他所累積的這個知識量 這個守之量啊 是非常的高 所以說 所以說我趁這個機會啊 來問一下 因為 我們這個會員啊 現在那麼多年來 大部分 很多都 開始在面臨這個 生老病死 這個老病死 現在都走到這個病死這個階段 那如何 因為本身過去也開示過很多 如果用天部的部分 來 來讓人部的這個部分啊 免於這個 煩惱或者是恐懼啊 所以說 那個 就是請問說 如果說 現在大家面臨了這個 你生病 或是說死亡的時候 因為剛剛有 談到那個 那個會長跟 小美會 這個這個對話嘛 那 一般的人 他如何要 他在當他在面對 病 跟 快要永生的這個階段啊 他如何 要如何 那個 讓他免於恐懼 能夠投入光中 這個這個過程啊 讓大家那個 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一個方向 讓大家 能夠隨時 感謝 杜導 喂 杜導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很重要 大家一定也覺得說 我看的幾個少年啊 怎麼回答這個 但是重點是 我當時看我的爸爸 當時我爸爸 應該你也認識我爸爸吧 當時我爸 其實我剛有講 人生真的本來如是 有時候真的是想都想不到 那我 應該有一些同道知道 我之前我是在國外念書 那那個時候 在國外念書 我也想說 哇 終於 欸 我那個時候都寫程式 然後終於要畢業了 然後 對方那個國家 還跟我說 如果願意申請移民 以我的學歷什麼什麼什麼 都不用付任何錢 就可以給我國籍 給我綠卡 給我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就想說 哇好棒 我就接下來等畢業 或者在那裡留個兩三年 就可以覺得光宗耀祖 我們家祖 終於出一個 好像台台 然後可以怎樣 那 結果沒想到 欸我真的考完 期末考論文也寫完了 欸我媽就叫我回去 說有急事 也不講什麼事 欸結果回到台灣 欸我爸躺在床上 已經握床了 我心想說 啊可能太過不可以 我在猜可能 那個時候我爸大概 就想說 是不是太忙中風了 大概也想這樣 結果沒想到 那一握就是 都沒有再起來過 然後 那 我媽也沒有告訴我 是一直回來之後 才知道 原來回來就是醫生 都已經宣判說 大概只剩下 不到四個月了 然後 什麼就什麼 轉移到哪裡 轉移到哪裡了 這樣啊然後 我們也嚇一跳 但是 當時啊 本尊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那本尊 他就聽到 其實當時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我爸媽第一時間 拿到醫院的報告的時候 有跟本尊講 那本尊就說 喔 聽到你這樣不輸 斷一隻右手 本尊說 好像他斷一隻右手的感覺的痛 本尊他直接這樣講 然後 結果 結果 本尊很積極的 他就每天 不是每天 就每幾天 就會打來問說 那進賞 進賞指的是我爸 陳先生的日文 然後 那進賞比較好嗎 那個 所以本尊有空 剛好他那個時候就住在高雄 那就常常來我們家泡茶 然後每次 就跟我爸帶動說 你有本體喔 你現在 一直到某一個晚上 好幾次之後 可能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那有一次本尊 我陪著他出去巷子 牽車 然後本尊要離開之前 然後他就跟我講 講一句話 他說 他說 我告訴你 你不用替你爸煩惱 你不用替你爸煩惱 你爸沒問題 你爸沒問題 然後我當時 聽到說 是喔 哇太好了 真的我是內心的 我在網路上有講過 聽到哇太好了 本尊保證 沒有再比這個更好 醫生都不能保證什麼 本尊保證 但是 本尊就想說 我看法生的都成立 然後甚至打給 當時他不是顧問 大概莊先生 莊瑞賢 就打給他 然後電話轉接到曼谷 那莊先生也知道 然後也都講 結果 可是 可是我發現我爸的 狀況並沒有比較起色 還是一樣 每況愈下 然後一直到 大年初一 就是 除夕了 因為家裡有人生病 我相信如果有人照顧家裡 生病的人 一定能體會那種感覺 過年絕對沒什麼心情 過年過節也是啊 然後 然後 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 本尊就 打給我們 本尊直接開頭是這樣講 我跟你們佔譽 本尊打來要跟人家佔譽啊 通常是我們佔譽給本尊對不對 本尊打來我跟你們佔譽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我跟他說 齁 那個陳靖桑啊 長好 來我們家齁 來我們家跟我泡茶啊 跟我聊了4個小時 跟我茶喝了了怎樣 然後 我們沒有人聽得懂 這句話的意思 那 再講淺白點 沒有人聽得下去 就是想說 奇怪 昨天晚上我們幾個家人 就陪在床邊 就陪我爸爸 就是簡單的安靜的這樣子 他睡著也休息了 沒有什麼要過年的氣氛 就是這樣 怎麼本尊會這樣講 那本尊一直說 你們真的不能歡樂喔 絕對不能歡樂喔 本尊又強調這個 我真的 我帶陳靖桑很開心 本尊又講這種話 那在我的觀念裡面 當時就是真的體會到 我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我沒認知 就是這種情況 就真的都沒有那個認知 也不知道 然後 後來我也有聽林會長在講 他說本尊當時也有打電話給他 跟他說你沒歡樂陳靖桑 他現在發生都沒問題了 你都沒歡樂 都沒歡樂 他就說安心安心 本尊保證 大家都本尊保證 沒有呢 結果沒想到 後來我爸就是時間到 果然跟醫生的推估差不多 真的不到四個月 我爸就離開了 然後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都很難去理解 那本尊後來一直跟我們講說 那個叫發生 可是我們沒有聽過發生 即使是有些通道 他有一些佛學背景 知道發生這兩個字 但是也沒有人實際上看過 什麼叫做發生 他本尊一直跟我們說 說他那天講的真的是發生 就是肉身 我爸爸躺在病床上 可是發生 肉身還沒看過 肉身還在臥床 但是發生已經實體發生出理了 然後可以出理的 第一件事情 他跑去感恩本尊 然後他跑去感恩本尊的時候 本尊就是這樣幫他倒茶 就是譬如說茶杯擺著 進場你來 然後就當茶杯這樣渡過去 然後茶倒滿 然後我爸的發生就拿起這個杯子 就拿的時候 十項的手 拿到這個杯子 浮出另外一個十項的杯子 浮出來 然後喝完再放回去之後 茶杯的茶水不見了 哇本尊還看著你把我茶喝去醉 我剛不是有講一句嗎 本尊還問說你把我的茶喝去醉 這樣子 然後就是電話裡面有講 我們當時沒人聽得懂 然後 一直到後來本尊在講說 你爸是第一個有 你那個進場是第一個有實體發生的人 那我們 尤其是我媽媽 我們家人當時是真的不理解 後來 一直到現在你看像這個蕭美慧這個事情也是 蕭美慧算是我們家恩人 當時我爸不在之後 蕭美慧同道算是很 每次都很關心我們 然後很照顧我媽這樣子 那重點是 這個實體發生在肉身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死掉就已經成立 本尊說以現在的用詞就是自見其身 那到底是 但是意識流能不能投入到裡面 我知道有一個同道 應該不只一個 應該有非常多同道 打電話問過本尊我爸的事情 包括後來我媽網生也很多同道打電話 問過關於我媽的事情 但是我現在先講我爸 當時 我記得有同道他有本尊電話 那他是我們很資深的會員 他就直接問本尊說 本尊那 可以請問你嗎 陳敬聰法生過去跟你聊了什麼 對啊 本尊就說好像就是閒聊 好像閒話家常一樣 但是本尊知道 本尊其實知道對方是法生 其實本尊內心知道 但是只是把他當人在看待 在人在對待這樣子 然後就 其中有同道 其中本尊有問他說 那你 如果本尊就好像 那是別的同道轉述 他說他問了本尊 本尊好像有講 那個告訴他說 如果可以多給你幾年 一兩年的壽命 你要嗎 好像這是同道轉述 本尊其中的跟我爸的對話 然後好像我爸回答說 嗯不要 那個好不容易現在這樣子 就看不起那個病奄奄的肉身 好像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像剛剛小督導問的 你對肉身的意識 到底能不能在 在還沒有落到那個狀況的時候 或者是已經落到那個狀況 我們的肉身意識模糊的時候 那個意識已經能夠投入自見其身 就是如果你能夠投入自見其身 是以他的感知 再來回看肉身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恐懼了 但是我們旁邊的人看很恐懼啊 我們會覺得那個肉身這樣子 我們也不捨 然後那個痛苦 感覺好像肉身還是很痛苦 可是他的主要意識流 後來想想也有道理 後來發現其實我爸也很平靜 沒有說什麼 沒有在喊痛 沒有在什麼什麼 然後如果真的喊痛 也是可能也就是用止痛藥吧 所以也都感覺就是平靜 可是聽到本尊在講說 這個法身才是人類最重要的目標 其實我們 我只能這樣講 就好像本尊講的說 當時他的那個案子的時候 他不是被壓在那個濱江街嗎 他說他整個全部的法身就是 但是這出去他的分身處理 那一個分身佔有他全部的意識喔 平常可能98分在上面 留兩分在人部 那個時候全部就過去 然後本尊說肉身 留一個最低限度 就是最低限度的意思 維持他是活著 本尊說好像肉 他往那種處理 以前聽過死亡遊戲 本尊會處理 他說肉身就像煎牛排一樣 有三分熟 五分熟 七分熟 肉身就留個三分熟 五分熟 七分熟 就是肉身的意識 就是流到一個紫色 本尊就是這樣 空空 就這樣被壓上車 旁邊的人會覺得 哇本身怎麼被人家壓上車 這樣子覺得很不捨 可是本身所有的意識流 就顯像在濱江街 那個交流道上面那個牌子 其他的通道就有看到 就好像那天後來 我爸在高雄第一冰衣館火化的時候 那個時候 記得前一天很多人下來參 因為我爸當時是大日中副會長 很多通道都參加協會的包車下來 公計跟著林會長下來 那那一天前天晚上 他們就有跟本尊喝茶 那本尊就說 就說不要緊我的分身會過 本尊就是他的分身會過去 那是說 禁賞一個某實體法身啊 然後本尊就講一句說 沒關係啊不然這樣子 你們明天那個設立哪有 就多少錢了 本尊大概都綠色居度 欸果然 果然那一天我爸就是遺體送到那個火化爐裡面 那個送進去之後 然後好多其他的通道啊 就真的看到我爸的樣子 我爸的法身顯在那個第一冰衣館那個上面 這樣子高雄第一冰衣館 那就是很清楚 然後燒出來的設立紙 還不是只有我爸有綠色設立紙 就看得出那個盤 不是那個盤嗎 燒出來都一個盤 都像綠色的那一點點 結果不是只有我爸 整排 整個那個第一冰衣館 就是所有那邊那個全部都是 你看看過去一眼一眼都看到綠色亮亮的 好像有那種 寶石散落在骨灰之中的感覺 然後這件事情也講給本尊 你看 本尊說光廣大 更去接引的時候 他不分了 大家本身抓抓抓到 真的是 終於理解什麼叫抓抓抓到 所以 再回歸過來 你說如何讓肉身不怕 這也是一個關鍵 那肉身不怕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跟自己周圍的重視的人要體會的目標 能不能再生的時候能夠意識流 就像這樣能不能意識流能夠投入到我的實體法身裡面 我肉身已經能夠希望能夠像達到不敢說像本尊的程度 但是至少可以像本尊的程度 但是至少在真的很痛很苦很那個為難的時候 至少就給他康慾 然後我的所有的感官知覺就以法身為主 那肉身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以前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訪道 剛好是日本發生311地震後的沒幾天 全世界新聞都在報導 哇那個海嘯啊 把那個村子的整個滅了 本身就說 如果今天是他 那個土石流來了 海嘯來了 你真的沒地方跑 海嘯來了 你跑去整個比高樓還高的海浪啊 那下來一定就沒了 但是在這個之前 就可以投入進去 所以在第一本的法身顯像集裡面 我印象中本身有寫到這四個字 寫著自主生死 那個法身有一個自主生死 可是很多同道 有包含當時問我媽媽 我媽媽也看不懂 也問本尊 本尊解釋我們也聽不懂 可是藉由這幾次的這種例子 這些體會 所謂的自主生死就是這樣啊 不是什麼 那你自主生死 你是自己怎麼自主生嗎 你要自己決定怎麼死嗎 不是 而是你在重要危機的時候 你的另外一個生命 你的生死的這個生命 可以自主了 可以突然說你肉身 本身不會讓肉身隨便死掉 但是他知道 他有那個能力 調節他要留在意識流 怎麼樣 可以全部也可以100分在這裡 同時兩邊都100分 可以肉身100%清醒 分身100%清醒 也可以肉身 只留一個最低限度 或者是肉身整個抽掉 又馬上 就連那個地水火風就斷掉 那肉身就走了 就這樣子 所以 所以這個啊 我真的覺得 我當然知道 我可能沒有辦法 回答得很完整 可是重點是 這個是我也覺得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能不能再生的時候 體會自見其身 怎麼樣從意識流的交對 那個交會啊 從對看開始 這個對看的是很基本的 因為我們的眼睛 當然人家說靈魂之瘡說不定真的有道理 你的眼睛可以跟你的髮身對看 因為那個 譬如說 現在同道也可以自己帶動我 這裡有一杯茶 雖然有點冷掉 但是你可以分你自己的身 自己自己的髮身 然後你喝的時候 你的肉身那裡 卻感覺到有喝到茶 這個就開始在連線 那連線的越完整 就可以達到這種自主生死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是目標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大家應該要怎麼想 要往好處想 往那個都不會痛 也不可能那麼的打高空 不是只是講好聽話 因為每個人面對生死是嚴肅的 真的不是只是講好聽 而是自己去體會 唯有自己平常體會的真的很完整 真的那個時候說不定 有些人 那個雷家他們 那個雷家的那個小姐 其實他不姓雷 他姓羅 那個時候他的胰臟癌 然後往生之前 就看到分身來接引 他反而還告訴家人說 你們不用替我擔心 這種就是分身的功能 所以剛剛有提到主持人講到一個功德 梁武帝跟達摩 為什麼對於功德的事情 梁武帝聽不下去 因為假設你現在 以你現在的程度 你就像達摩一樣 你知道功就是本心的功能 德就是用 那你今天聽說 梁武帝找你去聊天 找你去泡茶 結果講了一大堆 都沒有發現他用到裡面的功能 因為用得到多少功能 德就是用 你用得到多少功能 就叫你有多少功德 結果你聽了一大堆 都是什麼外在的 把佛教幾乎要列為國教 當和尚就可以不用出征 聽一聽 整大堆都跟 你好像你沒用到 那你沒用到 是不是就等於沒有功德 真正的功德 你能夠用到多少功能 所以 當同道如果有元光 元光映側的時候 那麼亮的時候 本身就說這個叫功德圓滿 是認那個元光啊 這樣子就叫功德圓滿 就代表你可以實體實用 那你實體實用 是不是就是用得到完整 套用佛教名詞叫功德圓滿 但是那個只是借那個名詞來說 本身他只是說 真的有元光這件事情 真的有元光的這個功能 用到完整就叫有功德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不是說什麼眾福田捐獻 什麼點燈 當然那個是文化活動 講點燈 點燈也是點一盞心燈 以心引心 剛剛講六祖壇經 佛佛為傳本體 思思密覆本心 也是這個心是點下去 是這個光能夠點亮 不是說花個錢 然後點個蓮花 然後某某大德在這裡 那個就是比較人步的 針對我們也不排斥 但重點是針對本心 就像剛剛蕭督導問的 如果真的面臨自己的生死問題 別人講的再好聽 你不要歡樂 我絕對找最好的祖念 最好的道士 最好的什麼 你能不能自己上去 真的打個問號 是自己再生的體會 就是養兵千日 就好像你在孕育法生 用在一時 就用在最大的變故 我剛剛不是有講嗎 能不能感覺 能不能看出同道有境界 不是什麼回聽政策 而是在用在變故的時候 你能不能還守得住 繫得住 這個才是我的感覺 個人看法 那就講到這裡 好 那個華森 在9月2號那天 本尊在開示的時間 突然間就講說 哎呀 你看這個華森 這個華森包含 你過去累世的一切的身份 都在這個華森裡面 讓我想到一句話就是 三世一切活 為世一華森 所以這個華森對修行的人 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基礎 我想它是一個入門的基礎 所以本尊為什麼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一定要能夠自見其身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所有一切華 你要入華界也要靠這個華森 你要出禮也是靠這個華森 你要永生也是靠這個華森 所以當本尊在講說 這個華森 包含你過去累世累劫的這個身份 都在這個華森 我突然間有一種 不一樣的那種體會 就說 原來我們常常都講 英國業力 我們的前世 我們在追求 有的人甚至一直在想要看前世 所以本尊為什麼不講這個前世 不講這個英國業力 因為華森成就出來之後 一切都具足了 一切就不用再探討過去了 就是這個華森 就像剛剛阿雅講 當下這個華森出來了 永恆就存在了 所以 我 這麼體會過來 我覺得 過去啊 我講自己過去一個 我覺得也很好笑 也就是說 想到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 見本尊 然後本尊就 把我 叫我名字說 徐孟凱 我就站起來 你還在證券公司喔 不錯 我當下聽本尊 這樣子跟我講說 我就很高興了 我回去業績一定是很好的 我現在 正面臨的需要業績的突破 這什麼突動啊 結果你知道嗎 回去沒多久 我離開證券月了 我的人生開始轉到另一個軌道了 所以 當時沒有認知 都會想說 本尊給我鼓勵 我很開心 很開心 事實上就是 人生又換另一個跑道 本尊在跟我們轉 把我們的生命轉到另外一個層次上去了 後來慢慢慢慢 有人認知了以後 所以本尊在講法聲的時候 我就體會到 真的那個味道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 我們剛剛聽了阿瑤 從一開始講到現在 我就一個想法 唉唷 你是怎麼能夠 有這麼好的體會 就好像那個 那個游方志在問那個 游方志同仗在請示本尊說 本尊 你境界那麼好 你是怎麼來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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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對啊 你 有沒有這個疑問呢 對啊 有什麼 閉關 還是方法 在體驗這個道 你是認真的嗎 對 我是認真的嗎 沒有 對對對 有些事情是我想的 那有些事情是法性他流露的 那這個超過我想 所以就會發現 他不是我的功能 我也不是說什麼 要故意裝謙虛 而是真的 屬性就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在當初在高雄 那有新同道來 然後旁邊的志工啊 我也幫忙就是帶動 帶動什麼都很快 就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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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突然講了一句說 那如果是香菇雞湯 我就講了香菇雞湯 他就說有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香菇雞湯 我就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香菇雞湯你有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昨天才剛煮啊 然後 可是我內在我是感恩的 因為對我來講 我帶動同道 跟我比較親近 包含我太太都知道 我從來都沒有在帶動香菇雞湯 我也沒有特別愛喝香菇雞湯 只是那個念頭就冒出香菇雞湯 就好像有時候是一個念 就這樣閃一下 好像就是讓我察覺有一個香菇雞湯的念頭 有的時候是香菇雞湯的實相浮在前面 那我也會覺得 我也存疑啊 在我的觀念我也存疑啊 怎麼會沒這個 那我就說那如果香菇雞湯 結果就沉 然後像這個 不是說 像我這個我就會說 這個不是說我厲害 就像本頓講他也回答說 道法自然 如果以我今來講的是法爾自然 但是源頭是玉絲光 倒是玉絲光是主軸啦 就是我們遇到本頓 我們也算玉絲光啦 這 注意到自己 而且不加了我值跟分別 但是會體會到 內在的流露 並不是說我多厲害 而是每一個同道 體會到一個程度 會 會理解我接下來要講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多同道在問說 請問本頓我怎麼用玉絲光 然後本頓說等你哪一天 你會你有妙字光 你就知道有剝弱妙字 你就知道怎麼用 因為妙字可以產生妙用 好啊 剛好去參加網軍那一團 來今天參加的全部有妙字光 本頓 後來問本頓 本頓請問妙字光怎麼用 他就這樣 說要請問這個 但是本頓都說 後來我才知道 問這個並沒有意義 因為所有的所謂真正的用 譬如說所有這些天部的法寶 除了圓光是自己法性產生沒錯 那些天部的法寶 包含他裡面光的功能 他都比我們的智慧高很多 所以你所謂用得到是 當他流露出來的軌跡 你能夠察覺的到 你能夠跟得上 你能夠follow的到 叫做你用得到 他如果這樣流露 你不知不覺就叫做用不到 不是 他不是我們的屬下 不是說你是主任 我是副主任 用人才 你要多能者多老 我怎麼用這樣的人 我怎麼用一些科技人才 用一些影音人才 用一些演講人才 這個就是我們好像上司對下屬 人使用工具的概念 但是光體 甚至更添加的這些法寶 他超過我們的智慧 你看有可能利用你的頭上去用他 怎麼可能用我們的人的 的知識去用他 沒辦法 而是當他流露出來的時候 你去察覺到 你去注意到他的表達 你跟得上就叫用得到 沒有察覺跟不上 然後通常是有時候流露 最怕的是他流露 加自己的判斷 然後搞得好像弄巧成佐 然後我又覺得那我算嗎 就會變成是這樣 通常是加自己意思 包含我們以前有同道 見了本尊 馬上就天眼境界就顯發 然後就看到一塊金色的匾額這樣子 然後他馬上就去打一塊金牌 給本尊要掛 本尊說我就不是天上聖母 你打金牌 後來想想怎麼可能拿金牌給本尊帶 可是 因為他本身就有傳統信仰 他的意識 就是重視 他認為本尊就像那種神明一樣的崇高 那種轉世成智 所以流露出來的境界 會表達什麼 會表達說他的法性 但是萬法為心所變 為事所限 所以他的展現出來的形式 其實跟我們的意識息息相關 所以為什麼到最後本尊常講說 你都不用去多問什麼 請問譬如說我常常遇到這個問題 好像我是阿雅這樣 我請問你 我昨天看到那個龍 然後他是紅色的 請問我這樣正常嗎 然後我就說 還是說請問我這樣對嗎 很多同道士真的真心在問 我知道他們是對我肯定 我不是call say 是對我肯定的 但是我會告訴他們 只要在實相都沒有對錯 你只要能顯露出來 就是你自己的親切感 然後再來就是 你問我這問題其實是很冒險的 因為你那麼相信我 假設我今天跟你說 你那不算 那你是不是被我潑冷水了 你是不是 怎麼會把你的自己的境界 跟體會建立在別人的口舌之上 哪怕那個人跟你再怎麼樣 你再怎麼樣 萬一被吐槽了 你也只是那個 所以到最後就是流於 就不是流於 而是到最後你會內斂到靜觀 這些所有的光芒 愛愛內涵光 就是你自己體會到很清楚的時候 哪一天你自然懂 我為什麼會出容 我為什麼會這樣 你自然他會給你智慧 他如果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那就代表他沒有要讓你多知道什麼事情 因為 因為法身是很有 天部啊 法身啊是很有智慧的 如果要讓你知道什麼事情 一念間秒懂 一定秒懂 不管你的資質再愚鈍 年紀再小 或者是再怎麼不達成 他要讓你懂就懂 我最後講這個例子就好 就是像剛剛講的那個蕭美慧 他的先生是謝天秀同道 他的女兒謝和雅 是我們同道裡面第一個 為摩羯境界的 當時好小 現在都當媽媽了 你看那他他國小 因為他家境算不錯 那他父母忙 所以家裡請司機 所以他每天上小學 就是司機在接送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 他就在校門口等了一會 奇怪怎麼司機沒來 就突然來一個陌生的男生 就來跟他說 小妹妹 你的家人今天沒空 他叫我來接你喔 可是你知道嗎 正常有概念的一聽說 天啊這個就是綁架誘拐了嘛 就正常就會 那結果 結果 和雅就看 和雅妹妹就看到對方的臉上 在講話的時候 都一直出現紅色的叉叉 紅色的叉叉 就一直紅色叉叉 一直在那邊閃 然後他馬上就跑回學校 就跑到那邊 然後果然過了十幾分鐘 真正司機回來說 不好意思今天車子有點狀況 剛剛才耽誤了快半個小時 那你看 他只是一個小學 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 沒有什麼高深的知識背景 可是 本體法身 如果要讓他懂 一定秒懂 一定 這一點是絕對 他比你有智慧 他絕對不會出一個說 哇這什麼意思 我不得來參一下 算了我不懂 我有空再遇到阿瑤 再問阿瑤 能見本尊我再來問本尊 那個 那個就代表他只是在表達 他的存在 而不是 而不是說他如果有現象語言要給你 通常一定秒懂 所以有時候本尊就講說 以靜觀代替為什麼 以感恩代替為什麼 有時候這個是蠻重要的 你就靜觀就好 你就靜靜的看 有時候亂解讀 只是增加自己的起心動念 所以還是那句話我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我沒有覺得我體會很好 我覺得只要有法性 包含顧問也 我也覺得顧問體會很好 顧問也都會鼓勵說大家都會有 以前本尊也會說大家都會有 那隨著都已經走到這個階段了 都已經大家自見其身 甚至要往天人合一進入三位一體 那真的就是 我覺得我們真的就把它聽下去 聽下去 也不要說什麼 什麼阿瑤很有認知這種 不是這樣子解讀 而是 假設我今天講的 你覺得是對的 你聽下去 那就變成是你的認知了 也不用再說什麼 是我的認知很好 就是你覺得對 那就是你的 本來就是靠這樣子直接射受 認知也是 維摩結晶最後面 那個就講 釋迦佛告訴米勒菩薩 就講所有的這些 當以神通力廣宣流步 是你自己跟你的元神相通 靠這個廣宣流步才快 用這個拐出你 哪一天你聽得下去 就你的 你聽得下去就你的 別人講你也聽得下去就你的 誰的境界 就是 就形成以前我媽最愛講的那句話 但 別人的境界都是我的 我的境界也是我的 別人的境界都是我的 你們的境界都是我的 我的境界還是我的這樣子 每個人就是靠自己 以自己為原點 像無止境的海綿 就是吸收吸收 是針對天部 不是針對人部的 都是 針對道 然後 看法性 好啊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OK 謝謝 很謝謝 謝謝阿瑤特別播空 尤其今天又 又是她特別的日子 她的生日 她叫我不要說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給她說出來了 喔對啦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祝她 生日快樂 她下午還是有場 她還要再安排 所以我們再一次鼓勵 謝謝她今天為我們分享的 本專的認知 謝謝你 最重要 我要講 今天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還是怎麼樣 三個字 遇絲光 對吧 所以所有的 今天所講的 我們全部打包回去 慢慢的 重點還是 遇絲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圓滿結束 來 我們來感恩 感恩一下本尊分身 感恩本尊分身